中央研究院肥胖调查 认为台湾政府应针对高盐高糖高脂肪的身家工食品征收肥胖税 对于上架食品根据营养标签对肥饱和脂肪超过2.3%含钠量超过1%的食品进行征税 含糖饮料糖含量超过7.5%的也要征税 对于碳饭夜市食品首先将其分类成油炸类卤味类腌制类奶茶类等 并设定每类食品的税率再根据发票显示的销售量对碳饭进行征税 在我方的政策下垃圾食品的涨价幅度会达到15%到20% 征收垃圾食品的需要性如下 首先政府急需改善台湾民众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台湾安生基金会调查显示 台湾有超过半数的家庭把垃圾食品当作正餐吃 超过7成的大学生一天至少喝一杯含糖饮料 全台湾人一天吃掉的鸡排有10座台北101那么高 我们了解一下这些食品的成分含量 平均一块280克的大鸡排的饱和脂肪含量 占人一天所需的67% 一杯350克的全糖珍珠奶茶的糖含量 竟达到一天所需的187% 研究表明每天一杯含糖饮料 每年体重会上升百一公斤 第二型糖药病风险比不喝的人高83% 台湾高血压学会秘书长也表示说 十位高血压患者中有三位是因为摄取过多的钠导致的高血压 世界心脏协会也指出 31%的心血管疾病是由于高饱和脂肪饮食而导致的 在台湾 肥胖以及相关疾病已经成为国人健康的最大威胁 2010年国人十大死因中有六项与肥胖紧密相关 20岁以上成人有715万患一项三高疾病 约占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 全民健康状况十分堪忧 因此征收肥胖税不仅仅是国民这些食品对于健康的避害 也通过提高垃圾食品的价格控制购买量 以达到改善国民饮食习惯的目的 其次征收肥胖税更是为了使税收制度更公平 近十年来 由于肥胖和其他相关疾病发病率的拍升 台湾卫生预算一直呈上升趋势 据卫生署05年到08年的健保统计资料显示 与肥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疾病 如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管 脑血管疾病 四年来病患就诊高达2.1亿人次 单就诊之间保值出平均每年超过600亿 三高用药每年花费超过300亿 可见肥胖以及相关疾病 对台湾医疗系统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而这些负担与垃圾食品的过量社区 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台湾现有的税收制度下 实质是全社会的人在为吃垃圾食品而患病者分担负担 而这其实是有限公平的 通过征收肥胖税让不当饮食者 为自己可能造成的社会负担负责 将征上来的税收用于补贴医疗系统 才是更公平的税收制度 在解决力方面 耶鲁大学公共健康研究发现 软饮料价格弹性为-0.8到-1.0 也就是说价格上涨10% 销量下降约8%到10% 而美国医药联盟的调查报告显示 苏拉饮料和披萨的价格上涨10% 会导致民众摄取量分别下降7%和11% 同时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书表明 年轻人以及低收入人群 由于消费力较低 对于肥胖税的反应更加积极 也就是说这些群体会更大程度上的减少消费量 我方保守估计在短期内 垃圾食品的销量至少会下降15% 在补贴医疗系统方面 我方仅根据快餐夜市饮料和泡面的销量 和平均15%的税率来计算 就可以收上400亿的肥胖税 刨去每年7亿的成本 我方征查的税可以有40%左右补贴 肥胖相关支出 所以我方认为应征收肥胖税 谢谢 请反方二面上台直去 你好 你好 那我们首先来确认一下你们确立出来的标准好吗 好 你们对脂肪的限制是当它超过多少以上 就要对其进行限制呢 饱和脂肪含量超过2.3%要征收税 饱和脂肪超过2.3% 对吗 那我想请问您 这个2.3%是怎样确立出来的呢 有没有什么根据 我方首先是根据丹麦已经实施的饱和脂肪税估计出来的 其次我方是根据人一天所需的饱和脂肪量和食品中平均含有的量 能不能是不是足够达到这个限额 超过这个限额要征税 所以我方最终估算的一个2.3%的税率我方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那我们看到啊台湾卫生署它就要求人一天基本要涉入的脂肪量啊应该为15克到35克之间 那你如何保证您这个2.3%的征收不会对贫穷人家他牺牲这充足的15克不到35克这样一个脂肪税造成影响呢 低于2.3%的饱和脂肪我们是不征税的 您可以吃一些低于23%的好看的东西 那我发现台湾韩饱是反式脂肪酸的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零反式脂肪 那韩非常少是怎样一个概念呢 我方基本上我们在超市里看到的你看那个食品标签上 基本上我方我方目前看到的啦都是零反式脂肪 都是零反式脂肪 您方可以举出有什么有的 嗯好可是我们看到在夜市它会这样一些可能 对于规范不是那么强的地方 他们都会倾向于去使用反式脂肪酸 这样一个成本 您方提出证据我方可以接受 可是在对方便有没有对反式脂肪酸进行限制的情况下 一些民众可能就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成本 所以您方今天要征反式脂肪酸 这是我的提问环节 您方也没有要征